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杰克的生命卡信息最让人意外的部分 自然就是他只有28岁的年龄信息 杰克大妈那一遍 曾经的最二将星斯奈德 也已经有30岁的情况来说 汉塞杰克可能就是目前最年轻的死亡最高干部 这出能很好的解释 杰克伟和经常会做出一些 抬战最强而弱败的鲁帽群动之外 也算是侧面说明了伟和 火灾锦和一灾奎英出场时 都会对和他们同期的汉塞 像对小弟一样的驯化 因为对于实力更强大 布施依瓦也至少年过40岁的静和奎英来说 28岁的杰克就真的是个小弟 而年龄信息所暴露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如果杰克目前只有28岁 那在20年前可能作为灾害之一的他 和凯多一起出现在余填城时 就只有和现在陶珠珠一样的8岁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即便是云温族和古代种能力者 只有8岁的年龄也还是不可能 让杰克能强大到达到凯多灾害的级别 扮演之后在20年前 和凯多建议一级奎英 出现在余填城的 常常带有双脚的灾害 除了杰克之外可能就另有其人 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到 在2627海东专题 我们就已经胡说讨论过的 既有可能是猫猫国士古代种 建设火星能力者 也可能是凯多海贼团曾经灾害之一的 目前的黑富士海贼团的 4号船长恶主王皮萨罗 不出意外恶主王头上 和杰克类似的双脚 也就是伟田 对他和凯多海贼团 尤其是和杰克关联的一个暗示 而以2627海东专题 我们的讨论基础进一步胡扯来说 20年前只有22岁的皮萨罗 可能就从作为凯多海贼团中 最年轻的灾害 协助了凯多贡献了何祖国 但在后来年轻气盛的皮萨罗 因为想专萌成为白兽军团的老大 或是在自大的要挑战凯多后 没当凯多出手 就被火灾进 或是一灾奎英打败 才被逐出 或是自己离开了凯多海贼团 后来他却成为侵略了 某个国家实行暴政 并可能当上了前期右海的俄中王 而凯多海贼团 则是在20年间的壮大中 从队友之中将最强新人 也就是鱼音作弹的位 路芒的壮汉小伙子 提搬成了后来的 最高干部之一汉代杰克 当然必须要强谈的是 这一切都还是胡扯猜测 但如果这个可能会成真 那汉代杰克以及他之前的 凯多灾害俄中王皮萨罗 就会在死亡凯多和死亡黑胡子 在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碰面中 为我们上演一出 海贼王世界中的 能马上和建筑虎的交锋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航元 海东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